电视剧《纳克》的怦然心动 李晨音和陶宇飞从校园到职场经历种种无奈 虽然期间分开过 但最终没有逃脱命运的安排 注定在一起的人一生都不会分开 《纳克》的怦然心动 李晨音结局和陶宇飞在一起了吗 电视剧《纳克》的怦然心动 中看青子饰演的李晨音是个美好的女孩 在学校时是纯情单纯的美少女 初入职场是善良的小白 和陶宇飞大学起就是甜蜜情侣 李晨音和陶宇飞从大学校园中走出后就分开了 各自进入职场开始另一段人生 期间李晨音和邱家舞纠缠不清 开始生活波澜不惊 陶宇飞的归来一切被打乱 据悉电视剧《纳克》的怦然心动 中也是女追男的戏码 女主李晨音在大学试时就喜欢陶宇飞 为了追求她还特意做了啤酒小妹 本来在大学中两人的感情已经稳定 但是在即将毕业的时候 陶宇飞为了艺术出国留学 这一段感情就告一段落 直到七年后陶宇飞回国 李晨音结局还是和陶宇飞在一起了